要想通想明白就叫开悟 我们在人间碰到什么事情都要无所谓要放得下 那就叫解脱 台长告诉你们 我们年轻时候很多的痛苦放不下 我们痛苦伤心难过 想一想现在还有吗 现在我们难过之后 二十年五十年之后 请问你们在哪里呀 你们今天的烦恼还会拥有吗 想开想明白那就是开悟 所以佛法带给人间 那是最好的要就是解脱之要 让我们拥有佛的智慧 在人间生活感恩 每一天感恩我今天所拥有的 台长在美国开市的时候 曾经跟很多的佛友讲 当你今天还觉得不满足的时候 当你今天还觉得很孤独 我还很不开心的时候 请你到孤儿院去走一走 当你今天还有很多烦恼放不下的时候 你今天还觉得自己活得不自在 在你到医院里去看一看 那些不能活到明天的病人 你比他们幸运的多 当你感觉到自己还没有钱不够 我自己还活得不是很富裕 我要更多的时候 请你到坟墓里去看一看 那些人你会觉得你已经很幸福了 孩子要懂父母的心啊 我们很多孩子不学佛 所以他们也不知道孝顺 更不懂父母的心 有一个三口之家 家里在当年的时候 买了一个很大的电视机 他们想把电视机放在自己的睡房 当时孩子说 我们要把它放在客厅里 而妈妈非要放在他们的卧室 双方有争执 最后妈妈妥协了 电视机放在了客厅 很多年过去了 妈妈临终的时候 爸爸才灿灿巍巍的对着女儿说 孩子 你妈妈非常的想念你 她想让你经常回来看看我们 父亲并说 当年你妈妈要把你的电视机 放在我和你妈妈的房间 其实我们并不是要放在自己的房间 而是想让你到我们房间来和我们一起看 这样你才能多陪陪你妈妈呀 这个女孩子这时候才知道父母亲的爱是这么无微不至 所以人要懂得了解别人 你才能拥有别人 一个人能够了解别人 你才能感动别人 一个人对别人不了解 你永远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真实的情感 所以学博人要懂得感恩 要懂得慈悲 更要懂得包容和圆容 人的贪心 会繁殖的 所以很多人拥有一点点 说我贪一点点 实际上慢慢的在心中 他会繁殖 慢慢的会越贪越多的 得不到的时候 心里就会烦恼 得到了之后 又会拥有更多的烦恼 因为他会失去 所以他就是多少人 为什么房子好了 还要买更大的房子 不停的借钱 成为房奴的原因 台长告诉大家 从前有一个特别爱财的国王 有一天他跟神祈祷说 神啊 请你交给我一点点金树吧 只要让我的手艺伸出去 碰到的摸到的东西 全部把它变成金子 我要使到我的王公 到处都有金碧辉煌 神看着他 愚痴的表情说 好吧 于是第二天 国王刚起床 伸手摸到自己的衣服 突然变成了金子 他高兴得不得了 然后他要吃早餐了 伸手摸到牛奶 牛奶也变成了金子 摸到面包 面包又变成了金子 这时候他才感觉有点不舒服了 因为早餐吃不成 肚子也开始饿了 他每天上午都要到皇宫的大花园去散步 当他走进花园的时候 看见一朵红玫瑰花 他非常的喜欢 情不自禁的上前一摸玫瑰花 立刻变成了金子 他觉得有一点遗憾 这一天当中 只要他一伸手 所触目的任何物品 都变成了金子 后来他越来越恐惧 吓得不敢伸手 到了晚上的时候 他已经饿了一天了 到了晚上 他最喜欢的小女儿来拜见他 他拼命的对着女儿说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但是天真活泼的小女孩 他像往常一样 飞快的奔到了父亲的身边 伸出双臂拥抱了他 女儿变成了金像 这时候国王他再也不想要这个点金树了 他跑到神这里跟神祈求 神啊 请您宽恕我吧 我再也不贪恋人间的金子了 请把我心爱的女儿还给我吧 神说 那好吧 你去河里把你的手洗洗干净 国王马上到河边拼命的去搓洗双手 然后又赶快去拥抱女儿 女儿又变回了天真活泼的模样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光需要财富 我们更需要的是亲情和慈悲的爱 如果你把你自己当成一个人来看 你也大不了就是一个感情的动物 为了利益 你会跟别人争 跟别人抢 为了利益 你会小气 你会忍没 你会割断你的亲情 使自己成为孤家寡人 你会 如果你用人的吝啬 你会失去很多人间美好的回馈 有人问台长 台长 有些人一辈子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贵人 而我没有呢 台长告诉你们 去帮助别人吧 等到别人回过生来帮助你的时候 那就是你的贵人来了 谢谢大家